在历史上 灿烂千阳照耀下的古城喀布尔 曾经有着怎样的魅力 喀布尔曾经是古代中亚商路上的一颗明珠 又是什么原因 使得这座花团紧促的繁盛之都 成为各个帝国觊觎的目标 谁占据了阿富汗 谁就拥有了对整个欧亚大陆的 交通运输通道的支配权 在阿富汗民族的历史上 阿富汗的军队是否一直被列强侵扰 而无力反击呢 阿富汗人的国家杜兰尼王朝 已经占领了白沙网 那么是整个西北印度的一个军事强国 曾经灿烂千阳下的阿富汗 是什么导致他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到底有哪些历史因素 使得今天的阿富汗 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悲剧来源 挺一海林老师将中东风云路十四 灿烂千阳下的阿富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腾讯微讲堂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中东风云路 今天我们要关心的一个国家很奇怪 因为它既是中亚国家 又是西亚国家 又是南亚国家 可是在谈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具体事物的时候 又往往人们不把它包括在内 因为它的情况过于复杂 而且它与西亚中亚和南亚所发生的事情 又好像距离过远了一些 那么这个三不向三不管的国家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阿富汗 关于阿富汗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 就是有一位基督徒 一位穆斯林和一位佛教徒在一起讨论问题 在讨论谁的神明更伟大 那么大家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一致公认穆斯林的神明更伟大 因为真主安拉为他的子民安排了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中东地区 作为他们文明的发祥地 可是这个时候从天上传来了一个声音 真主安拉说 说是的 我是给我的子民安排了中东 但你别忘了 我也给他们安排了阿富汗 显然阿富汗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 或者说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他所处的情况与其他的大部分穆斯林伊斯兰国家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甚至可以这样说 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 我们大体上可以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去找到入选者 那么比如说阿联酋的首都 比如说卡塔尔的首都 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首都 比如说如果说世界上文明最古老的都市 我们也可以在阿拉伯世界当中去找到候选者 比如说埃及的首都 那么比如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伊斯兰国家 就是伊朗 它的首都 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要同样去找一个世界上最没有人愿意去居住的首都 在伊斯兰世界中也会有候选者 那就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那么如果从吸引力来说 大概喀布尔是最没有吸引力的首都之一了 因为连年的战乱不但使得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极度匮乏 而且这个城市的安全感显然也不会成为任何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有吸引力的 但这只是喀布尔的现在 这并不是喀布尔的过去 几百年前的喀布尔完全不是这样 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看一段诗 曾经有人这么去描写喀布尔 他说喀布尔的每条街道都令人神亡 埃及来的客商穿越坐坐市场 数不清他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明月 也数不清他的墙壁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他早上的笑声快乐的如鲜花一般荡漾 他的夜晚闪烁着丝发的光亮 这是一首多么优美的诗 这首诗很多人都很熟悉 因为它出自于阿富汗裔的小说家胡塞尼的小说《灿烂千阳》 但实际上这首诗并不是胡塞尼写的 这首诗的真正作者是一位波斯人 他叫做塔布里兹的赛伊伯 赛伊伯是一个波斯的音游诗人 他当年从波斯来到了古老的喀布尔 那么在喀布尔有感而发 写下了这首《灿烂千阳》 那么从那以后 阿富汗的女士以及喀布尔这座历史名城 就被人们称之以一千轮美丽的太阳 但显然今天你要再去看喀布尔 相信没有任何人能感受到 这一千轮太阳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一个城市 一个古代文明的兴衰 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那么在过去 喀布尔曾经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向西以后的第一座花团锦簇的繁盛之都 那么穿越喀布尔 既可以通向中亚 那么去进入更繁盛的草原文明地区 也可以那么向南进入波斯 那么通过波斯再去往罗马 喀布尔曾经是古代中亚商路上的一颗明珠 而今天却是一个让人伤心的地方 是什么使得阿富汗的命运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 阿富汗的历史当中 到底有哪些是使得今天的阿富汗成为人们在经常谈论的一个悲剧的来源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都不仅仅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 那么也是受到他周围环境的变化 那么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阿富汗人的命运 喀布尔的命运 同样既是阿富汗人艰苦斗争去创造自己民族光荣的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列强争竹在中亚地区去竞逐帝国梦想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而言 喀布尔曾经是灿烂的一千轮太阳的所在地 但同样也是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坟场 经常会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阿富汗会成为帝国竞相去进攻的一个战场 那么从当年的英帝国到苏联到美国 那么几乎工业文明以后的每一个强大帝国 每一个世界的主宰都曾经想在阿富汗牛刀小事一番 去建立自己的帝国梦想 但结果无一例外的惨遭失败 阿富汗是一个多么有魔力的地方 能够让每一个帝国接踵而来 又让每一个帝国鲨鱼而归 这就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把目光投向阿富汗的千年历史 很有意思 阿富汗这个土地上几千年来一直有人类居住 但阿富汗人和阿富汗这两个词 却是在最近的一两百年内才出现的 那么在此之前 阿富汗人并不把自己称之为阿富汗人 那么他们的主体主要把自己称之为普什图人或者帕坦人 那么这是山民的意思 那么在阿富汗还生活了其他的很多民族 比如说蒙古人的后裔哈扎拉人 比如说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 阿富汗从来都是一个各民族杂集的地方 那么所谓的阿富汗民族至今仍然在融合当中 并没有正式形成 那么阿富汗依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 那么多教派的国家 当然它的主体宗教是伊斯兰教 而且主体教派是逊尼派 但即便如此 也依然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教派 那么在阿富汗的历史上 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文明的对撞 那么这是与阿富汗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的 阿富汗是中亚的一个山国 那么国内基本上是有两座大山 星都库斯山和苏莱曼山 那么在山区之间夹杂着一些河谷 那么河谷之上则是一些村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下 那么生活着一些条件非常艰苦的山民 那么他们主要是按血缘方式去聚集生活的 也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部族 那么大山的祖国使得阿富汗自古以来 虽然不乏人类活动的痕迹 但却很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富汗民族是在最近几百年才产生的 而在此之前那里面只是有一个又一个的部落 那么彼此之间有限的交流 使得部落成为当地民众最高的一个认同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首先认为自己是某一个部落的人 其次才会有国家观念 先有部落后有国家 这样的一种效忠方式 使得阿富汗的历史当中深深的浸透了部族主义的传统 即使是远道而来的伊斯兰教 也没有能够彻底打碎部族的结构 那么相反 伊斯兰教在传入阿富汗的过程中 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部族文化相融合的 那么形成了富有阿富汗特色的伊斯兰文化 那么就像人们经常所谈论的阿富汗的一些独有的民俗一样 那么这些民俗在一定程度上被伊斯兰化了 但实际上其起源却是来自于部族文明 比如说阿富汗人的好客传统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阿富汗人来说 那么去善待自己的客人是一项至高如上的荣誉 哪怕这个客人是谋杀了你的父亲的凶手 那么按照阿富汗的古老传统就是这样的一个杀父之仇 你也不能在自己的家里把他杀掉来报仇 那么只有他离开了你的家庭 那么走到你的庭院以外的时候 你才能够按照仇人的方式去对待他 而在此之前 你必须按照一个客人的方式来款待他 那么这些习俗实际上并不是伊斯兰教的 而是阿富汗部落传统的 那么他浸透着这种 因为地狱狭小而生活隔绝的部落文化 他所诞成的种种特色 那么阿富汗的历史实际上 在他的千代历史当中 部落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果不理解阿富汗的部落文明 就无法理解阿富汗的文化 那么阿富汗的国家形成的相当晚 在阿富汗的土地上 在几千年来曾经有多个外来民族到此来定居 来统治 那么其中包括了不乏一些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 比如说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 他也是经过阿富汗才进入今天的北印度 那么先后在阿富汗土地上生活过的各个民族 包括贵双人 包括越野之人 那么以及包括后来的突厥人等等 那么所有的人 人来人往 为这个土地留下了非常丰富多样的文化 但又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在此长期的生活和居住下去 那么强悍的阿富汗人 因其恶劣的自然条件 因其票悍的民风 使得在这个地方他永远是主人 但是他也无法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 这件事情直到了十世纪才有了一点点的改变 那就是在十世纪在阿富汗的中部 在加瑟尼地区崛起了一个新的王朝 叫加瑟尼王朝 那么加瑟尼王朝的领袖是苏丹马茂德 那么作为一个游牧部族的统帅 那么他以加瑟尼为基地 那么建立了一个军事实力相当强大的王国 并且翻越了喀布尔山口 进入了西北印度 那么攻占了庞泽尔的广大一部分地区 那么苏丹马茂德开始 阿富汗作为中亚和南亚政治舞台上的 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那么出现在人们面前 特别是对南亚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阿富汗人开始紧密地与南亚的其他民族发生了联系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马茂德时期完成了庞泽尔地区的伊斯兰化 那么使得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由仅限于信德一地而扩展到了整个西北印度 我们知道信德成为穆斯林聚集区 并不是由阿富汗人来完成的 也不是由突厥人来完成的 它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在南亚的伊斯兰扩张中仅有的一块功绩 那么在八世纪的时候是由当时的沃玛亚王朝的东方省的省都 那么派遣了自己的女婿去征服了信德 那么信德其实就是阿拉伯语中的印度 这是阿拉伯人向南亚扩张的唯一的一次成功的范例 那么此后把伊斯兰教带入南亚四大陆的 其实主要是突厥蒙古人 那么而他们的出发地域基本上都是在阿富汗 阿富汗的伊斯兰话要早于西北印度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先后在崛起于阿富汗的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君主 开始越过开博尔山口到南亚去拓充影响 把南亚和中亚紧密的卯接着在一起 而另一方面则是在阿富汗也生活着一些和伊朗的波斯人具有较亲近联系 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 那么具有很强的关联的一些民族 比如说乌斯别克人 比如说塔吉克人 比如说哈喇拉人 那么他们的存在又使得阿富汗和西亚被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那么阿富汗由此成之为一个连接西亚与南亚沟通中亚与东亚的一个陆地桥梁 那么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得尽管阿富汗没有一个丰富的物产 也没有富饶的土地 但却使得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作用变得无以伦比的重要 那么成为各个帝国觊觎的一个目标 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阿富汗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宝藏才会使历代的帝国去亏赐喀布尔的灿难迁阳 而是因为谁占据了阿富汗 谁就拥有了对整个欧亚大陆的交通运输通道的支配权 那么这一点又使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先后的来到了阿富汗 但同时 那么这个交通要道的地理特性也给阿富汗人本身 他的精神面貌的塑造留下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落下了很深的烙印 就是阿富汗人 那么在本身的土地贫瘠一无所产的情况下 在千百年历史中崛起的每一代强权都是以军事为后盾的 那么都是热衷于对外武力扩张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困守在阿富汗一地无疑是自甘贫穷 那么只有向海外的积极扩张才会使得阿富汗本地的军事强权能过上他们所希望过上的那种奢华的日子 这就使得阿富汗面临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急剧转变 就是在阿富汗人的武力强盛的时候 他往往是对周边地区发动军事打击的一个进攻者 而阿富汗自身的武力衰弱的时候 他又会立刻沦为周边的强权窥刺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样的一个地理因素使得阿富汗的千年历史中无一无刻的不充满了战乱 也使得尚武精神成为了浸透在阿富汗人血脉当中的一个与生俱来的性格 应该说阿富汗人这个性格对于阿富汗的国家建构 对于整个阿富汗在中亚在南亚在西亚的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都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 那么在苏丹马莫德建立了加斯林王国瓦解之后大概800多年的时间里面 阿富汗一直也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 那么阿富汗始终是属于分散状态下 就是属于我们曾经谈到的 那么被别人所觊觎的状态 这一个面貌一直到1747年才最终改变 那么在1747年阿富汗历史上实现了第一次统一 那么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阿富汗国家就是杜兰尼王朝 对于杜兰尼王朝的创建者来说 那么他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阿富汗人的概念 那么更是从此以后阿富汗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统一的进程 那么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把阿富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分开 那么尽管在今天的阿富汗依然生活着各个的部族 各个的教派和各个的民族 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或许攻击不断 但是阿富汗人这样一个概念已经进入了人心 那么在今天虽然很多阿富汗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 依然会强调自己是帕坦人 还是乌兹别克人或塔吉克人 但是对于一个统一的阿富汗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改变的目标 那么1747年 隶属于当时的波斯帝国的一支阿富汗雇佣兵的统帅 阿赫迈德沙 年轻的阿赫迈德沙杜兰尼 那么他在波斯的沙王去世以后 带领了这支无首领可效忠的军队返回了家乡阿富汗 那么在阿富汗 当地的一些部族拥戴阿赫迈德沙 成为了杜兰尼王朝的国王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传统 就是在加冕典礼的时候 新兴的杜兰尼王朝没有王冠 没有宝座 那么只好找了一个土堆让阿赫迈德沙坐上去 并且用荆棘草编了一顶王冠 那么带在了阿赫迈德沙的头顶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位长老喊了一句 说愿意这顶草官像真王冠一样 那么这一句就标志着新兴的杜兰尼王朝的建立 也包括也标志着统一的阿富汗国家的出现 在当时出席国王的加冕典礼的贵族当中 有一位是来自于波波尔查伊部族的 那么他或许当时不会知道 250年以后 他的一位后人成为了阿富汗共和国的总统 那就是卡尔扎伊 现代阿富汗的历史可以从1747年算计 而在1747年以后 到阿富汗历史 那么至少在前几十年 是阿富汗人向四处征战 向不断的向周围地区扩张了一个历史 新兴的杜兰尼王朝很快的越过了开波尔山口 进入西北印度 占领了广大的一片地区 这片地区就是后来的阿富汗尼亚 也就是今天巴基产的西北边首 在英国人到达印度的时候 阿富汗人的国家杜兰尼王朝已经占领了白沙瓦 那么是整个西北印度的一个军事强国 这个军事强国的存在 对于英国能够在南亚次大陆推行殖民化 是起了非常间接的推动作用的 那么这个间接的推动作用 在历史上影响非常深远 也就是因为杜兰尼王朝 数次的对于西北印度的动兵 使得已经外强中干的摩尔帝国 丧失了最后的元气 那么在摩尔帝国 在屡次和杜兰尼王朝的交战当中都遭到了失败 那么军队不断的被杀伤 被瓦解 被缩小 等到英国人去在南亚扩展自己的殖民 去开拓自己的殖民事业的时候 实际上摩尔帝国已经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 失去了对西北印度的控制 那么也没有力量再抵抗英国的入侵 就此而言应该承认阿富汗人对于西北印度的入侵 使英国人能够顺利征服南亚次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显然英国人不会因此而感谢杜兰尼王朝 换句话说 英国人感谢杜兰尼王朝的方式是什么 是在1839年发动了第一次对阿富汗的英阿战争 从1839年一直打到1841年 英国人从克莱坞征服孟加拉开始的近百年时间里面 在南亚四大陆是没有遇到过任何对手的 那么在1839年到1841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中 英国人终于碰到了一个强悍的对手 尽管英军打进了喀布尔还扶植起了傀儡政权 但不到两年的时间 阿富汗全国各地的游击战 就迫使英国在付出重大伤亡以后退出了阿富汗 那么承认了阿富汗的独立 这是因阿富汗历史上抵抗现代军事强国的第一次尝试 那么可以说这算是自19世纪以来的人类的一个军事奇迹 就是以阿富汗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那么基本上处于不足状态 那么去屡次能够抵抗住现代军事强权 尤其是在当时那个社会上 用了最现代化近视水平最强大动员能力的世界帝国的入侵 那么这样一个奇迹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换句话说 为什么每一个帝国在阿富汗 它所尝试的事业最后都遭到了失败 每一个帝国最后都因为阿富汗战争的失利而导致了帝国的衰落 那么我们知道英国人从1839年以后先后三次入侵阿富汗 那么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把开布尔山以东以南的区域 那么从阿富汗手中割裂出来 这就是1896年英国人强迫阿富汗政府所签署的杜兰线协定 那么杜兰线协定使得普什图人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口 那么从此 普什图民族生活在了阿富汗和西北印度两地 当然阿富汗政府在此后并没有承认过杜兰线 那么这也就留下了阿富汗和今天的巴基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歧 那么这个分歧曾经导致巴基散付出了一位总理的生命的代价 那就是巴基散的开国总理利亚可德阿里汗 那么他就是被阿富汗人刺杀身亡的 也使得以后的巴基散阿富汗的历史充满了磕磕磕磕磕磕 从英国入侵阿富汗开始到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这段时间 实际上阿富汗始终处于英国和俄国的争夺的前线 至少应该说是从1839年到1947年的100多年时间里面 阿富汗的争夺主要是在英俄之间进行的 那么英国从1839年连续三次入侵阿富汗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阿富汗的资源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 其实阿富汗没有什么资源 那么英国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实际上英国人的意图是要构建一个针对沙皇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的防御线 南亚次大陆 特别是印度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性是无需会言的 所以英帝国会采取一切的手段在印度周围去构筑缓冲国 那么希望让任何一个强国无法去接触到印度 那么在印度的东部 那么英国主要扶持的是缅甸 实际上英军入侵缅甸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为了贪图缅甸的财货 而是希望通过控制缅甸来保证印度东部的安全 那么包括英国对西藏的政策 那么实际上也不是因为英国要把西藏变成它的殖民地 那么英国从来无此打算 英国的打算是把西藏变成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那么防止中国对印度构成威胁 或者说那么防止虚弱的中国成为英国和其他帝国争夺的战场的时候 去波及到印度 那么这是在印度的最北端 而在印度的西端 那么英国人则是把目标描向阿富汗 那么他们入侵阿富汗的主要考量是为了在阿富汗 建立一条针对沙皇俄国的阵线 来稳定住阿富汗 以避免俄国能够把势力渗透到印度 那么为此 英国人在1896年构筑了所谓杜兰县协定 那么在杜兰县协定是一件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就是尽管杜兰县协定 根据杜兰县协定 英国人割走了阿富汗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那就是今天的西北边省 但是英国人却赠予了阿富汗一点回馈 那也就是瓦汉走廊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或者说让中国人刻骨铭心无法忘记的事情是 瓦汉走廊在当时有英国人私乡授受给阿富汗的时候 并不是英国领土 它是中国领土 英国人瞒着中国政府 把中国的领土瓦汉走廊赠给了阿富汗 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阿富汗政府并不打算接受 因为这条窄窄的走廊刚好位于英国所控制的印度政府的北边 也同时位于俄罗斯的中亚的南边 那么瓦汉走廊的存在意味着 阿富汗要从此成为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一个隔离带 那么也就是被阿富汗人所形象说的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只羔羊 显然阿富汗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但他并不愿意接受瓦汉走廊 但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 以及英国政府对阿富汗王室成员的贿赂 阿富汗还是接纳了瓦汉走廊 使得阿富汗的国土在今天看起来像一条巨大的蝌蚪 那么蝌蚪的尾巴就是瓦汉走廊 阿富汗人如何摆脱英国的入侵 夹在英俄之间的阿富汗是凭借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国家的 欢迎继续收看叶海林老师讲中东风云路十五 阿富汗如何成了帝国坟场 阿富汗人 阿富汗人 阿富汗人